我再強調一次 有些學生他只是會做而已 懂你懂嗎? 會做跟你真的理解說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其實是有一段差距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懂,最好就是你了解我意思 所以這邊還是寫一下好了 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 以後我們就直接講 就是中間像怎麼樣? 係數一半的平方 來寫上去 很熱 好,我只是等屁股飛出去 喔,那你玩起來 待會吃飯嗎? 因為我們要吃飯比較麻煩 那屁股可以慢慢的 我還是聽不太懂 哪裡?聽不懂你懂? 這個懂不懂? 這個會不會 那求你 左邊這個就可以寫成X怎麼樣? 加了是減 減喔 減掉誰? 減掉3的平方 然後等於3加9是多少? 12 對吧? 你們國中應該是先從這種題目開始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X減3 就會等於正負 更號什麼東西? 12 對不對? 所以你讓X很快就會寫出來 叫做3加減更號12 但是通常這樣寫還不能得分 因為我們會要求學生 來,要寫成3加減怎麼樣? 2更號3 OK 然後同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到後來 老師會把這些數字全部換成什麼? 全部換成符號 這邊會變成 AX平方 加上BX 加上C檔V 然後那個A過為0 然後透過同樣的想法 去得到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那個叫什麼解? 那個叫公式解 你們會推公式解嗎? 這很重要喔 你們會不會推公式解 還是你只是被說什麼? 2A分之負V 加減更號V平方點C 你只是被的嗎? 你只是被的嗎? 沒有沒有 又會左右 不會左右嗎? 蛤? 沒有欸 對 用推的就好啦 這樣好不好 但是 考試後面會有 等一下 那個算是 公式給你 OK 好啦,沒關係 沒關係 蛤? 不知道啊 怎麼你靠跟... 好,你會考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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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會考慮嗎? 好,我會考慮嗎? 我會考慮嗎? 好,我會考慮嗎? 安靜,安靜 我們看一下115頁喔 我要帶你做這邊的題目喔 這個雖然簡單 但是我們要好好地做好 安靜喔 115頁 我們要看立題 欸,不要聊天,不要聊天 欸,我們要上進度喔 我們可以幹 來 這個立題要給他兩個讚 基本的題目各位會喔 第一小題 哈囉 第一小題他跟你說 以一個點 這個點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M點 來,這個點叫做誰 2 豆點-3 這個點是圓心 然後翻進是多套 4 的一個圓 要你寫出圓的方程式 他有告訴你有圓心 要有翻進圓 就會被定下來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最左邊那邊 同學你馬上寫出他的什麼字 標準字 他的標準字要怎麼寫 你告訴我 叫做x-2 的平方 然後初學者 來,後面這裡應該要寫 y-多少 y-2-3 沒有錯 的平方 會等於半徑的平方 4的平方 這樣聽懂嗎 很快就寫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可以整理成 s-2 的平方 加上 來這裡是y 加3 的平方 會等於4的平方 叫做16 這樣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非常簡單一個問題 好,那現在 怎麼囉 對,小學者就可以 一般來講不會建議同學 圓的方程式 盡量就寫成所謂的標準式 好不好 答案就寫標準式 我這裡要提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你能不能在你的考卷上畫出這個圓 就是 我知道你們考試不會帶圓規 你們應該是徒手畫 能不能徒手畫出一個87%像 就是很接近的圓 因為有時候你要把圖形作標畫 你知道嗎 你要把圖形作標畫 你要不要試著畫畫看 要怎麼畫 用身體嗎 用… 用… 你是不是那個啊 老師沒有要看那個影片 不要 我不要看 老師沒有要看 拿兩隻先拿很大 然後畫一個非常畫 這是廢刀笑 這是廢刀笑 圓姬帶來二副三 這也是一個作品 人家用廢刀笑的技能每年賺的力多多 快走 二副三 我現在就是跟同學分享一下 你要怎麼樣主手畫出一個 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圓 因為你的圓如果畫的不是很OK的話 會影響你後來的座標畫 你懂嗎 你懂嗎 你懂那個意思 那請問你 如果是你要怎麼畫會覺得比較好 先畫右邊琴然後再插腳 老師 你有那個米國時間嗎 你應該要先抓幾個點 四個點 太聰明了 同學 因為他的半徑是四 所以你就 一二三 你就抓這個點嘛 對不對 四嘛 上下左右 然後這裡就 一二 這個點 這個來在這裡 來 一二三 四 差不多 來你現在跟著我一起畫 你要學會畫這個東西 然後這裡 來 一二三 四 差不多的位置 當然你畫得越準就越好 來 一二三 四 這樣可以嗎 我會建議同學 抓這四個點 好不好 抓這四個點 好不好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接下來就畫圓 可是畫圓喔 真的是看人 我現在畫一個醜醜的圓給你看 好不好 畫出來應該是像這樣 血還真醜 就 三小 三小 我在畫什麼 欸 你畫的一定比我漂亮喔 趕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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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知道我在寫什麼 沒有 今天還不錯欸 欸 你自己畫自己畫 快點 哪個笑容 哪個笑容 站好 好啦好啦 我來上課喔 我跟你講我有進度喔 快點快點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可以的話 來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以M M是誰 2 負3 為圓形 然後他跟你說 又通過一個點 來 這個點叫做誰 A 5 負1 這樣可以嗎 欸 不是負1 是五1 好了沒有 好了沒有 好了齁 欸 像這種題目喔 欸 教學看好這邊 這種題目 一般來講 建議同學怎麼做你知道嗎 建議同學 跟遠有關的題目 一定要畫圖 你懂嗎 一定要畫四一圖 來我們畫一個圖好不好 來 你拿出你的十塊錢 畫一個小小的圖 怎麼樣 黃線 沒有關係 之後再畫就好 沒有黃線 什麼黃線 讓他畫一個黃線 他上去給你講 沒感覺 可以 看得多 耶 欸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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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在線上 所以你先給點那個線上 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說2-3是它的什麼東西 圓形 然後這個圓又通過這個A點 換句話講這個A點在圓上對不對 來請問你要寫圓的方程式 除了要有圓形的座標之外 一定還要知道什麼東西 半徑對不對 那請問你半徑是什麼東西 半徑就是這個A點跟這個M點 圓形的距離 你聽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盡量要畫圖 來那我們現在先來算這個AM 線端的長度 好 兩頂之間的距離有一個根號對不對 來根號裡面是什麼 S座標 相減的平方 5減2 所以是誰 3的平方 1減掉負3 所以這邊是什麼 4的平方 所以請問你這個圓的半徑是誰 5 這圓的半徑是5 有半徑有圓形 我們就準備寫答案 請問你答案要怎麼寫 S幾號做到 減2的平方 加上y減負3 就是y加3的平方 會等於半徑的平方叫做25 同學你要越來越手 圓的方程式 可以齁 這很基本齁 來翻到後面來 我們現在來看後面的題目 來快點 隨場面期 對 隨場面期 我把這邊擦掉 我們從這邊開始寫 請翻到116頁 這邊要把它講完 我們已經到我排進度 有有有 你沒有發現我進度上網 我就會讓你休息 對不對 沒有沒有 是真的有排進度 來我們看這個進度 來 隨場面期第一小題 他跟你說 求以點-10為圓形 那這個很簡單 這一個點 叫做m點 坐標-1-0-0 對不對 然後他問你說 還有什麼半徑也給你 半徑是誰 半徑是更號5 然後要求這個圓的方程式 哎呀 這太容易了 來請問你 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寫答案 來請問你 x-多少 -1-1-2-3-0 然後再加上y y-0-2-2 剛開始我把這個東西都寫出來 然後會等於什麼東西 半徑更號5 hahaha 這樣你聽懂嗎 這種東西其實很簡單 所以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這一題的答案 那就是x加1的平方 再加上y的平方 會等於多少 會等25嗎 會等於5 這樣可以 考試這種題目大概會考一題 就是中文送分用的 這樣可以嗎 來第二題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這個題目給他一個讚 這個題目其實很有意思 來這個題目說 跟你一個圓的方程式 就是x的平方加上y的平方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k 然後他要告訴你說 這個圓他會通過 通過一個定點a 這個a點的座標叫做 根號3 然後怎樣 豆點-1 ok 然後他就問你說 k的值是多少對不對 這個題目其實很容易 但是我希望同學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2a 同學這個圓 s平方加y平方等於k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它的圓形跟半徑是多少 然後它的圖形 大概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這個s平方它可以寫成s減掉什麼 0的平方 跟著寫 這剛開始都這樣 y的平方可以寫成什麼 y減掉什麼 0的平方 然後請問你 k可以寫成什麼東西 0的平方 沒錯 來 這個k 注意喔 這個k可以寫成 根號k到什麼 平方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以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圓 它的圓形在哪裡 在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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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徑是更好k喔 沒看過這種團結的 怎樣 看到 教官有什麼 沒事 我家族的東西下頭歌 教官怎麼要用那一個 要畫 哪有 超級醜 超級醜 沒有關係 這隨性隨性 我們現在喔 把這個圓畫出來 安靜安靜喔 它的圓形在圓點對不對 這個題目 請問你 一般來講這個題目你會怎麼做 來你仔細看喔 請問你 一般來講這個題目你會怎麼做 來你仔細看喔 這個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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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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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幾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什麼 圓心是00 對不對 來 請問你 MA線段的長度一定會等於這個圓的什麼東西 板頸 它的半頸是誰 它的半頸是根號k 不是k 請注意 它的半頸是根號k 可以嗎 所以現在第一種做法 我跟你講很簡單 圓心是00嘛 A點坐標也知道 這兩點用距離公式 你知道它算出來是根號k 可不可以算k 可以 這是第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然後第二個更簡單的想法是什麼 同學我問你 這個點在這個圓上 所以你把這個點帶入圓的方程式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成立 等號一定會成立 所以這個題目一個比較直覺的做法應該是 你要把這個A點怎麼樣 帶進去嘛 帶進去馬上就可以算出k是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做法好不好 把它帶進去 根號3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1的平方 就會等於多少 k 所以這個k根本是秒3嘛 就是多少 就是4對不對 這你應該懂我在講什麼東西 這種題目你愛怎麼做都可以 因為這個點在圓上 你懂這個意思 對 帶進去等號會成立 好 那這個題目也挺簡單的 來 我們接下來來看另外一個 我們學校很常考的題目 請看到立體2 來 這個立體2 這也是常考的問題 但是他很簡單 這一個題目給他3個讚好了 其實他沒有那麼重要 但我們學校常考 我們學校考試你注意一下 他通常填充題或者是選擇題 通常都會有一題這種題目 他說已知A跟B 來 A點坐標是誰 這個講一次 A點坐標叫做-2-3 然後B點坐標是誰 B點坐標叫做6-3 他說怎麼樣 以AB線狀為直徑的圓方程式 他會把它畫起來 他要求一個圓 然後是以AB線狀為直徑 對不對 就這樣 我再畫一個圓好不好 哎呀